蹲1 2 3 4 5 6 7 8 回 1 带着学员体验舞蹈肢体语言 他是来自台东嘉兰部落 台湾族舞蹈家布拉瑞扬 去年结束缘舞者 以及云门舞及舞蹈巡回活动之后 布拉瑞扬离开台北 回到台东成立工作室 跟主人分享他的舞蹈经验之外 更希望在台东这块土地 寻找更多创作的灵感 在台北当然相对的 对一个创作者是更好的环境 那怎么会选择回家 那其实我觉得我是想得更远 如果我越清楚认识自己是谁 越清楚知道自己的文化 那我相对的在未来的创作上 绝对可以走得更远 我被给予的 被照顾的已经太多 那如果有一点点能力的话 我应该把我所学的东西 传授给下一代 许多学员都是第一次体验舞蹈课程 虽然动作略显深色 布拉瑞扬突破过去舞蹈的思维 用最自然的方式让学员体验舞蹈 同时从中寻找创作的灵感 难道舞者就一定要像过去的认知那种 就是要非常瘦细长 然后要那样的身体线条 才能称为舞者吗 好 如果我要做一个 属于原著名的一个作品的话 因为原著名最精彩的就是人吗 他的精彩在于 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被接受 所以高了矮的胖的受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彩 而那些精彩可以作为 创作最好的素材 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是一个 不太能跳的钱 就如果从外表上的话 那我觉得他第一个是自信 然后再就是 那个人的潜能 他是可以发挥到很大的 可以跟学生有更多的互动 让学生更能 就是很快地进入在 舞蹈那个动作里面 发现老师回台东生根 所以我们想说就来上上课 然后帮老师加油 用回家的态度回馈家乡 布拉瑞扬工作室 将举办舞者甄选活动 欢迎所有喜欢舞蹈工作的朋友 一同加入 一同投入舞蹈创作 记者文靖革的 德班台东市采访报导